晚安 你好 歡迎持續鎖定下 五點鐘的整點新聞 各位同學 我們換子頻了 而今天從中午開始發生地震 外頭北台灣又濕濕涼涼的 整個中天新聞採訪團隊 包括了編輯台 大家都忙翻了 此時此刻 有網友就甘心了 他送來了豆花 請我們的採訪團隊吃 感謝你們 我們都收到了 另外我們的製作人 圈圈圈說 他看了臉好想吃 但是整個 我們包括了編輯台跟採訪中心 從地震忙到現在 連午餐都還沒有吃 我們的蠟七惠榮 也因為地震被召回了 大家趕快刷一排愛心給惠榮 然後我們有哪些 地震的最新情況 請惠榮來告訴我們 好的 馬上帶各位來關注到 因為這個連四鎮 讓大家都覺得 真的是非常有感 尤其是在1點11分的 這個6點5強鎮 可以說是幾乎全台有感 尤其是整個的中部以北 東半部地區 都可以感受到 四級的這樣子的一個震度 所以我們在這邊 再次的幫大家整理一下 這個連四鎮 最主要的還是在下午的 1點11分的這一鎮 瑞士龜吾6.5 它的地震深度比較深一些 它是66.8公里 所以說在地表的感受上來說 為什麼會這麼廣 但是以這個震度4來說 其實沒有到這個真的特別強 沒有嚴重到說 所謂的建築物 會有很嚴重的毀損 所以我們聽到 陸陸續續傳出來的 都是一些比較零星的災情 包含了台北市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在新營維修這邊 它是有天花板 這個掉落的情況 現場是趕快用紅龍柱 把它圍起來 封鎖線拉起來 希望大家在逛街 逛到一半的時候 好 遇到這個地震的情況 不要說去靠近之後 可能還有再被砸到的情況 另外大家今天下午 一直在持續關注的 就是新莊工地的部分了 因為它這個天車 本來是一根直的 好 突然給你彎折了90度 大家看著搖搖欲墜 都覺得很害怕 這個如果掉下來砸到人 哪還得了呢 好在包含市公務局的部分 還有消防局的部分 都緊急著到場 所以說以目前來說 暫時無藥 沒有造成任何人員的傷亡 可是現在 因為這麼大一個天車 他要把它移走沒這麼容易 所以現在西北市消防局 目前是吊派了 這個500噸的吊車 才能把這個天車給移走 以目前來說 還在想辦法 趕快的把車來開到這邊來 所以說需要一點時間 最慢最慢最慢 明天也會把它搞定 那這一段的時間 其實包含了警察 波利市大人也非常辛苦 因為在現場必須要來戒備 包含做交通的疏導 還有靠近的地方 當然要清除排除 不要讓其他的人車靠近 因為它還是有風險存在的 不過整體來說 以目前來說 是相對的不會有太嚴重的情況發生 好在是都沒有人員傷亡的情況傳出來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九線115.8公里處 是可出現一些落實的情況 所以在有落實的情況之下 最擔心的就是車輛通行的安全 以目前來說 有一些砸到車的情況出現了 另外在交際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在養生館是有招牌直接砸落的情況 也是非常的嚇人了 而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也有這個民宅屋簷掉落的情況 甚至剛剛燒澡的時候 最新收到了還有瑞芳逢甲 這邊有民宅 疑似有可能就是因為強震的關係 有倒塌的情況 現在沒辦法確定 到底是不是因為強震所導致的 可是非常有可能 而以目前來說 因為除了這個11點11分這一震 馬上隔一分鐘 我們知道12分 今天還又來了一個規模5.4的 相當嚇人 尤其是在2點05分 又來一個4.2的地震 相信大家剛剛都非常的 一直持續的關注 包含了主張氣象局 他們出面來受訪 是講說這個地震是40年來 以這樣子的一個磨帶地震來說 40年來的最大震 當然既然是40年來最大震 也就是今年的最大震 大家都很擔心 因為一震今天連續四起 而且現在不排除接下來 還有可能會再有餘震的出現 因為以末代的特性 就是他這一震 我們感受到非常強對不對 但是當下你沒辦法確定 他的能量是不是完全釋放了 如果他這個當下 能量沒有完全釋放完 目前看起來確實沒有釋放完 所以他後面才會陸陸續續的 又有餘震的出現對不對 所以現在不能排除說 接下來的三天之內 可能還會再出現 規模4以上的餘震 而現在全台有感 我們講到是從台中以北 在整個的遺花 其實都有感受到 這個4級的震度 所以陸陸續續 我們看到這麼地方 傳出了一些災情 還有哪邊 其實我們的記者 都臨時的叫回來 趕快的去各地的現場 幫各位來掌握最新的 關於地震的最新狀況了 我們要帶各位看到 是蔡炳宏 她所在的位置是在哪裡 就是在北部 我們可以看到了 是在南機場夜市這裡 出現了 剛剛看到 有東西掉在地上 怎麼回事 因為這邊的住宅 有一些天花板 還有牆壁剝落的狀況 我們先請蔡炳宏告訴我們 好 主播持續來關心 這一次地震的最新消息 這一次規模6.5的強震 其實在北市這邊 都陸續的傳出災情 這個是發生在今天下午1點11分 在宜蘭縣南澳鄉這裡 鎮央在這裡 其實在北市這邊 尤其是南機場市場 這裡的民宅其實也有傳出災情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裡的民宅 包含像是牆壁 其實可以很明顯的 看到都已經有外牆有剝落 這個狀況 而且出現很大這個裂縫 除了這牆壁以外 其實在樓梯的扶手 又或者是天花板 其實也都因為這一次的強震 而有剝落或是掉落這個情況 不過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傳出有人因此被砸傷 或是受傷等等的消息 而這一次的地震是在這個 深度是達到66.8公里 評估應該是菲律賓海板塊 引墨至歐亞大陸板塊的 板塊引墨帶所導致的地震 而這個地震也是1980年來 總共40年地區引墨帶 所發生最大的一起地震 目前為止的話 雙北的確是非常有感 但是直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傳出有重大傷亡的消息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況 我們把時間鏡頭交換給童內主播 地震當下大家在做些什麼 一點多很多人可能都在吃飯 但是這個晃度真的是實在太大了 很多人吃飯吃到一半 就在想說我到底趕快 是不是要逃命 像當下我也在吃飯 這大概一兩分鐘的搖晃 其實大家都非常緊張 而且我在吃飯的當下 那個老闆娘是趕快把門打開 因為就怕有狀況 必須要大家及時逃生 你就知道 這個台灣平凡的地震的情況之下 真的不是每一次的地震 大家都會想著說 我要馬上逃命 這一次很多人可能都想著 我是不是要往門口衝了 甚至也有些人講說 我當下可能有點衣衫不整 我該怎麼跑呢 好 當下不管大家在做些什麼 台北市長柯文哲 因為我們知道台北市 陸續有一些零星的災情傳出 什麼像是自來水管破裂的 還有有一些陸陸續續的 有梯間均裂的情況 甚至天花板掉落的情況 台北市 所以大家長柯文哲 他當然也要跟大家 來做一些說明了 他說當下他其實是在吃飯 大家就問了 這地震很大 你有沒有想跑呢 他說搖這麼晃 想跑恐怕也是來不及了 剛剛有就是大地震 然後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在地震當時的時候 你當下的 你那時候在吃飯 吃完 你那時候有沒有被嚇到 繼續吃了 因為如果是踏下來逃也來不及了 繼續吃了 我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台北市 因為台北市的這次陣度是四季 已經很久 有沒有去掌握說 台北上一次這麼大地震是什麼時候 那目前台北市的災情的狀況 那個 因為我們有那個EOC 緊急應變中心 所以如果有災情 他也送進那裡 那消防局長有問題 廢人會給我爛 我剛才看過 那個局長給我的 那個爛的訊息是 台北市目前沒有災情 那花博街重戰的部分 那個情況還好嗎 在地震當下 那個不會有問題 那個市集 台北市的建築物市集 還不是 那不會有問題 因為你的臉書 剛剛寫到說 好像在地震當下 然後花博街重戰好像有點慌亂 那它轟弱完之後 繼續接種疫苗 這個 台風地震百里 這是台灣三大特色 其實 其實台灣常常有地震 不像澳洲人 就真的沒有看過地震 所以他們看到地震會嚇到 我們這些人 地震好像家常變亂 市長你印象中 台北市之前有像這樣子 這麼大的地震嗎 有啦 很常見 市集 市集有沒有 隨時都有 每年都好幾次 當然這次地震這個時間 連很多人都在用餐 但是一定要注意 瓦斯附近有的話 要趕快要關閉 因為台北市也是有一些 包含是瓦斯管線出現 毀損的狀況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安全 當然很多地方 傳出了一些災情 當然有些災情不一定是 直接的財務損失 但是要收拾起來 很麻煩了 我們看到這一看就是圖書館 地上所有的書全散落在地了 這全部都要分門別類的 把它擺回去 恐怕要耗費很多的工時了 這個是在新北的部分 有民眾回報了 這個是新莊圖書館 在這個當下 地震當下非常的搖晃 劇烈搖晃之下 這書數百本恐怕都是 直接掉滿地了 而我們取得這個畫面的地方 是在記者報料網公開版這邊 有人就貼出來了 說這個書其實本來 都是好好的放在架上 但是因為地震的劇烈環晃 全部都掉在地上了 有些地方你看 地板都已經全部被遮住了 就各種書 全部雜亂的通通疊在一起 有一些人特別愛書的有沒有 這個內頁如果但凡有一點折到 你都會覺得說 上一個人怎麼這麼不愛惜 但是現在這個狀況 恐怕不是故意的 沒辦法 實在是沒辦法 好 圖書館的工作人員 看來也得花好多好多的時間 來整理了 好 當然有一些畫面 當然是我們看了 都會覺得驚呆了 除了剛剛看到這個圖書館的 還有更早看到101G的搖晃的 還有這個是什麼 吊蝦池 每次地震的時候 大家就來看看這個吊蝦池 是不是晃到水 都幾乎要晃出來了 你可以看到是水面上的波紋很大 還有旁邊吊蝦吊到裡面說 天啊 通通都已經被嚇壞了 急忙逃竄 因為就怕等一下一不小心 可能吊蝦吊著吊著 你人就跌進池子裡了 而且這當下你也覺得說 哇 搖怎麼晃 真的是要趕快逃命 手裡的本來這個吊蝦的器具 通通都撇在一邊 不管了 這個是在宜蘭的 吊蝦場的接續器就拍到了 我們看到剛剛這個地震當下 哇 水晃的波動的幅度 真的是很大 所有的人都是驚恐的 趕快往外逃了 好 另外持續來關心到的是 因為這次地震真的是太多地方 幾乎全台有感了 而台北市震度四級 台北市議員陳怡君跟助理 當下是去參加攻進 而要離開的時候 一兵 滴賓館的磚塊 就像下雨一樣 就叨叨叨 通通掉下來 他說這個走過去的時間 恐怕只差10秒鐘 如果他早10秒 慢10秒 可能就會砸到他自己了 一起來看 這次地震的磚塊 很多掉落 而且還有龍頭掉下來 差一點真的會砸死人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小的磚塊 剛剛整個都掉下來 剛剛整個都掉下來 跟這個磚圖的這邊 就是這個磚圖的 這個磚圖的 磚圖的磚圖的 這個磚圖的磚圖的 這個磚圖的 來看一下 這個磚圖 65 磚圖的 這個磚圖的 這個 zooming在墜 很多很多都是地震當下 會出現的驚險一瞬間 來看到如果你開車開到一半 在上面左搖右晃 地震當下怎麼辦 你會很崩潰 尤其是你車子還卡住了 怎麼辦呢 好就是明祝他開車 行進了蘇花改這邊的時候 他說車子開到一半 他想說天啊 是爆胎了嗎 因為他晃到 他的方向盤要握不住了 他當下腦袋一片空白 想說這個是什麼意外現場狀況嗎 所以趕快把車輛 靠路邊給停下來 確實在劇烈晃動 你剛剛看到那個燈桿有沒有 左搖右晃的 另外還有在蘇花台九線 115.8公里處 也有出現一些大大小小落石的情況 民眾開車開在路上的時候 這個突然有落石掉下來 都是驚恐萬分 因為怕砸到自己的車輛 好在目前現在已經是恢復暢通了 而另外在桃園台七線 45.5公里處復興區八林 也有一些零星落石的情況出現了 可以看到都造成一些回堵的情況出現 好在第一時間清理完畢 並且是在下午3點之前 來恢復通行 那麼警方呢也出面來說明相關的情況 軍局東奧派所於10月24日下午13時13分 借貨報案 於宜安縣台九線115.8公里處北線 滑落落石撰擊一部製小客車的左側 造成了車輛的受損 另一部小客車的行巾死壓到落石而爆胎 這兩件均無人受傷 現場警方就立即通知了南澳公務段 派遣機具移除落石及協助交管管制 已於14時3分恢復了三項通行 蘇花分局呼籲用路人 山區路段發生地震時 容易有落石或路數倒塌等情形發生 請用路人行經蘇花 路南山區路段時 不必要開大燈減速慢行 一律防疫突發狀況 若民眾發現任何災情或需要警方協助時 請直接撥打110報案 避免遭受嚴重的損害 好我們知道在台北市 也有一些零星的災情傳出 像是什麼踢艦軍列的 好東西掉到車道上面的 各種狀況 接下來我們要帶各位來看到的 同樣是我們有前線的記者在現場的 是在文山區 衣袖街66巷的民宅 出現了磚頭滑落的狀況 因為前幾天我們大家知道 連續都在下雨 而這下地震又來 真是雪上加霜 民宅頂樓的磚塊直接滑落下來 把二樓陽台的鄭宇鵬 直接給砸毀了 當下有沒有人在那邊 最近的狀況 連線給記者宇仁濤來告訴大家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今天在宜蘭發生了瑞士規模6.5的強震 整個大台北地區是非常有感 目前仁濤所在的文山區 翼壽街這邊也發生了一起 由於地震的關係 六樓的磚頭不幸墜落 砸到二樓的遮雨棚的這樣的一起事件 最新情況讓我們來聽聽 附近的居民怎麼說 就搖晃得很厲害 後來我跟我兒子躲在廁所旁邊 那個柱子那邊 然後就聽到啪啪啪的聲音 石頭就落下來 他們那個陽台就這樣歪掉了 斜掉了 是看到很多的磚頭掉落嗎 有看到 我們看到的畫面是不會說很多 就淋淋落落的就這樣下來 可是也是那一瞬間而已 然後那個陽台是怎麼樣 是歪掉了 他現在就傾斜了 他就剛好石頭就砸在他屋簷 所以他的屋子就變傾斜的 本來是正的 變傾斜的 好的 根據當地居民的說法 他們在這邊居住了 已經有30年的時間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看到過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磚頭滑落 砸向了整個遮雨棚 據他們所說 有可能是因為頂樓的磚頭 因為連日下雨的影響 變得有些濕滑 有些潮濕 再加上因為發生了地震 所以於是便脫落砸到了 二樓的遮雨棚 十分的觸目驚心 當時屋主是本身也是在遮雨棚裡面 所以他當時是感受到了地震的強烈之外 也同時感受到了磚頭 所砸到他的 曾雨棚的所帶來的 這樣的一個恐慌 據氣象局所說 目前這一次的地震 是由板塊的引墨帶所引發 氣象局檢索了40年來的資料 評估應該是該地區40年來 規模最大的一起地震 引墨帶地震有其特性 也就是說當主震發生後 能量如果沒有達到平衡 很快就會再出現一起規模較大的地震 所以因此我們也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要注意接下來可能發生的餘震 來注意保護自己防範於未然 謝謝我們將盡頭